來看一下這一關 這個站位就OK了 好輕鬆啊 我打這一關我要去這杯水 30應該好過 剛才有人說34很難的 先打個槍 有可能又可以課一個648給大家看 只有剛想到一個事情 就是這麼無聊的遊戲 咱們都可以做成這個視頻和直播 哇那其他遊戲咱們 豈不是能夠做得更精彩了吧 我們一路就有克服困難走到現在 還在打 這下色是真地強 我覺得接下來要是還有粉的話 趕緊給新加瑟再勝當兩百次 但是這個羅萬這幾次怎麼死都那麼快 哇哇 這裡不行了 這樣啊 換起來沒問題 這個蝴蝶 沒辦法 先把小兜殺了 小兜是主地的輸出 這個鳳凰 不是這個蝴蝶賊 然後又被凍出了 看我就 就射了兩箭 這龍宮到現在為止就射了兩箭 羅岸變兩萬級了 對對對 羅岸被我改回來了 其實如果我把這個女蝴蝴蝴蝴的話 也不能離開 只是說 只是說會少百分之五的生命 警察而已 光亞瑟 我想生 但是好像生不著 你怎麼生到呢 哇 鳳凰抗一下 回家學 啊鳳凰加油 這隻小兜太好 先專屬就亞龍 這裡我覺得有概率於能夠過的 如果這個蝴蝶一下子 跑到下面來的話 是可以秒死的啊 小兜沒了 哇就蝴蝶下來了 蝴蝶下來了 蝴蝶下來了 這裡是兩個傢伙對砍 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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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活一個 活一個 哇大招放出來了 我可不可以 ради 多張 好 圓下來了 確實 有 誰 多張 打 1 如果 好 有 4 2 4 这最后的推突和快感 我要再享受一下 以后就不用了 OK 一挡他敲死两个 我觉得这个亚瑟输出真的顶啊 毕竟专五三十对不对 今天是一千多没白花 看一看神魔都能这么大气筒 因为神魔他那个每天的活动有限 他不像是这个推推关卡的话 可以不断的搭配不断的推 然后一直一直推推不了的 他那个就是去打boss 刷boss其实一直刷很无聊 然后就亚瑟一百万输出 女仆现在输出没有那么顶了 但是凤凰又起来了 就是打时间很长 凤凰的输出就会出来 现在有点不太怕这个蝴蝶了 现在刚才有人说 三十四很卡人是不是 来来来 看一下呀 我的我的罗岸 小罗岸 不行不行 这罗岸要换一下 要杀点人 哇 又杀一个人 两个刺客 这里有个简单办法 不然我不要了 来 狮子上 啊 等一下 不用了 先可以这样子 因为他切不着女仆 女仆会闪躲到 最后没说 但是两个刺客一起上 两个刺客一起上 那我的女仆没有狐命的道理啊 我先换一下这个 这样子 这样子试一下 不行 女仆没有死 这两个刺客 啊 啊 搞得谁都不想上了 我四个打你 怎么样 天罚加强了 就乱改了 四个 这差距 有点大 但是我上一罗万也是卖能量给他 罗万顺便就死了 我只可以把女仆放在前面呢 女仆放前面试试 女仆你们别死 等一下 我要 我要一个活的女仆 谢谢 女仆活了 女仆这把活了 这凤凰给他奶了一口 然后他活了 但是他被金钱花给干死了 我的亚瑟五个人没有他 哇 这个亚瑟有点顶的 这个亚瑟有点厉害 今天结束了 呃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我来放前面试试 亚瑟给我顶着 顶住 加血 哇塞 哇塞 加血 富皇在哪一口 哎呀 刺客有点贱 1B3 我的天 这个天罚 你有毒啊 啊 嗯 视频应该又是明天中午更新 啊 这谁说卡三十字卡我的 亚瑟这把真心乱是的 是这样子的 我这电脑也在开始抱怨了 今天是什么配件 你再乱一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上下 等一下 这个竞技巧我看一下 竞技巧排名十三 防守真心看一下 防守真心 这个真心其实还行 但是 这家伙有毒吧 我上下 我上下 先刷一下这些啊 这个竞技巧在我的头上 现在是1780 我们搞到1800 OK了 现在 高他100分 差不多 这持有水 我再打打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个分数 不允许你上1700 好吧 对不住了 好的 非常轻松 没有任何的看点 这无聊的游戏 角斗是B 英雄 我看一下 我其实没有想到什么 特别好的水龙了 特别学青 借做一个草位 这跟你玩的确实不太一样 想揍谁揍谁 啊 这里 收集一下 收集可以升级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升到5级了 现在是15级 15级不好的 我看看力量是英雄 应该是要搞一发 对不对 坦克 游侠 这是我的龙公 这是我的龙公耶 我感觉这个也是需要来一个的 龙公和骨公 这两个 其实我的骨公也受不了 真的是贼翻 因为骨公也贼翠 来个这个碗 石墨无限推 想啥呢 底下属性加成 又加了一些百分比的属性 说不定咱这下就能过了呢 这些 垃圾了垃圾了 底下25很强 是这样子 这把这些 搞一下 也不会玩克服 这些就是病局 不好意思 这样OK了 石墨真的是不限推 嗨 这就不能升级了吧 差一点这个经验 好难受啊 今天应该没什么可以克服的了 这个点还更头痛一些呢 然后这里93个 这93个艾雅的圣灵披风 我看一下 现在只能抗脑子 可是我没有这种东西 圣灵披风是 给这个家伙了 最后 有一把 我也可以做到 这些了 那好 其实是JK的 然后这里 我们今天就刷一下 刷一个这个T1的石头 花60块 我想要一个这个T1的石头求求您了 这个时候 塔可以刷 不要 我要一个T1的石头 尴尬了 还不刷了 60块有点贵 披风给凤凰试试 凤凰现在是加攻击的 回复效果提升 这个不行 这个是暴击攻速 攻击加成 然后 回复生命上限的1%的生命 刷到下30秒 提升这个 等一下 这个永恒圣杯不能提升吗 永恒圣杯 我看一下 不能提升 差了8个 不惜 凤凰就放这个吧 这个他的叔叔还是有的 我最后再动一下脑子 不行的话 我们这个最后抽一下这个占卜 然后就完结了 两个样是一种力量 刷刷 但是这个耗卖不出去其实都无所谓的 其实 不差这两三千块钱 我看一下 他切凤凰就切凤凰吧 来吧来吧 凤凰就是带这个大炮箭 然后凤凰一下就死吧 五毒也被人死了 这样的话我后面站不住人 对 完全就是不完了的仪式 狮子不要了 放棺材吗 狮子 棺材 棺材的话是这样的 需要放在共有水晶圆 上升加点 也不应该被从世界上跟中 我看 收了一个人 把女妖给收了 这些都是刺客 反正透了 換在上面試試 說不定出奇蹟了 這話是只有一次學的嗎 只有11就好 只有4個 也是一個4個只有一次學 這個武士能太快了 就再一次了 剛才應該也扛不住 換誰來行死 這天花輸出太高了 天花今天更新還加強了 呃 我不甘心啊 這23-34 這感覺沒什麼 就這兩個石頭 這是要不要無所謂 這個是T1是什麼類型的 這皮架 皮架不需要 可惜了 唉 這要是可以選 要是可以弄成別的這個瓜子就可以了 剛才沒裝備 5萬也是死 上誰誰死 因為現在差距太大了 咱們只有200 咱們要是220級 還好一些 要40級都好很多 就太可惜了 沒辦法了 5萬可以想平天法的攻擊 5萬 按道理講 它是直接死的 感覺 沒大戲 感覺沒戲 推不了 然後剛才有人說推打的 一直說一直說 說是這個吧 我們試試 能不能把王族之打推到四百層 這是我們很久很久之前推掉 現在是戰鬥力後面一樣 我們應該可以推戰鬥力翻倍的這個敵人 果然是可以推的 好的 愉快的推打時間開始了 看一下能推到三百層 看一下能推到三百層 看到有人說 這個時候我會選擇說服困難 我也是醉了 學到了各種各樣的騷話 哇 直播真的能夠讓我成長 變得越發的那個什麼起來 吃不高血 哇 我冰箱也接著飲料 今天剛好沒有了 我今天沒有來得及去超市 明天 明天幾千些滿足事情沒好 好 明天我們就照常實播繼續 然後今天晚上 今天其實我應該在選擇 就已經究竟一個 幾個七兩萬 反正我們今天最後兩項任務 一個是爬塔 一個是花剩下的兩萬七的鑽石 我覺得那個鑽石 我們就單抽 單次抽那個占卜發 單抽試一試 哇 這獎勵還是很爽的 但他就是看起來比較枯燥 剛才對面那隊就是這樣打我的 就是我怎麼樣打對面 剛才23-34就是怎麼樣打我的 分塔就不是兩萬七了 好 這樣子啊 頭髮 頭髮還好吧 看有沒有人收我的號 這個人收不收我號 反正就是三千塊有請假 要是沒有人收的話 那我還不賣了呢 對吧 那有人收的話 那我就三千賣了 我也不漲價 十個270也就是抽一百張卡 其實都差不多 三千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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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留著玩 其實問題主要在於我們用時間 用時間的話就有可能 就好幾天都沒有做那個 該做的事情啊 262層 就開始有錢不下火了 但是 天天抽你也受不了啊 那主要是我的錢包受不了 因為我知道 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我時間不夠 另外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我繼續玩的話 我可能控制不住自己 就是如果我這個號放在我這 我的錢包會 變得更扁 有時候再播一播 因為之後可能 連著播其他遊戲的時候 你不太方便的時候 就插播這個遊戲 這個是不太方便的 好處一號 我不擔心處一號的問題 我今天把我盧宮給弄掉了 我的亞瑟和鳳凰 可以治你們倆 信不信 你們兩個小刺客 這個關注刺客太多了 所以就把其他人卡住了 看 剛才這兩個人 噢不對 但是被卡到了262 我現在已經到264了 哇 拍拍手很好 現在我看到拍拍手 我就很 我就賊開心 會幫我慢慢當 新手玩家解決問題 新手玩家 我只能叫他們 如何克服困難 真正解決問題的 也就是一個初期的陣容 就是如果160級之前 就用這個光呂去推圖 光呂 先是猴子 猴子在80級之前 就挺好的 留著轉著小線 主要是 嗯 留著轉著小線 然後 就是 就是我想 留著吃利息 但是 我的本金到時候就沒了 你知道吧 視頻其實不能說是 嗯 就是 繼續做下去也不大 口證的感覺 繼續做下去也不大 我老爹都沒說話 反正我覺得能叫的支持有限 因為每個人抽到這個卡組不一樣 他有可能他抽到一個 綠三寶開頭的 或者是抽這個蠻足去了 有可能 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 你要消費他 首先要不去抽光三寶 要不去抽綠三寶 你要抽了之後 你接近幾個卡組多了以後 慢慢的系統 給你抽的時候 也會更多的信用於這些卡組 哇這個還是很輕鬆的 這裡不會270刷一個這個648吧 這樣的話就過分了 其實我有一個比較大的想法 和你們分享一下 開公司就是 嗯 我的想法就是 我想要 嗯 給我的這個 這個單機遊戲 做一個特殊的風格 就是 我所有做回來的這個 單機遊戲 我都會做一個進加速處理 然後你可以聽到所有的聲音 基本上都不變得像 你在必然 是加速快線一樣 但就是 嗯 會把它這個做一個 比如一點幾倍的這個加速 1.2 1.3倍的加速 這樣的話 大家的時間就節省起來 而且節奏也很緊湊 而且部分的地方 比如說 呃像是 比如舉個例子 比如說7.2 他會有一些做任務的環節 有一些這個 呃 在打架之間 打架前 會有一個這個衝鋒的一個過程 其實有些無聊的時間 我就可以把它快信一下 這樣的話 看起來 這個視頻效果會非常的緊湊 我就覺得 我和小超 我們倆組成這個團隊 我們能做出很好很好的視頻 不光光是說 欸 我們做的鑑魚 也真是 其他人都 就除了我老爹 其他人好像做不到 那麼精彩的視頻 但我沒有老爹做精彩 因為我和他做的風格 就不一樣的 現在已經課了三萬多了 本來我們原先說不超過兩萬的 然後就變成不超過三萬 然後現在就三萬多了 我也是醉醉了 我先看一下 我現在沒有 過了270他沒有出這個 648出來 現在是230672 有點表角的 繼續推 對對對 跑傷可以減掉一部分 甚至跑傷這個部分 可以搞一個20倍速 然後你就看到這一塊 然後你就看到最後完成的那個瞬間 對嗎 其實就是 想越有志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主性 包括你看的一種 像是 這個叫什麼 看一下劍 比如這個火箭前男3 他的這個劇情 其實我也可以給他壓縮一下 其實主劍劇情 只要給他壓縮以後 他會變得更精彩更好看 就是 也能夠幫他節省時間 哇 我這不會打不過你吧 OK 這個劍 太騷了吧 看我這個 嘩啦嘩啦 再掉血 但是 我的亞瑟一直不掉血 欸 我的天 16級 3500K 對之後要做本期遊戲的視頻了 其實 一個是我現在手上 暫時沒有想要 要玩什麼樣的科技遊戲 因為今天我是今天晚上吃飯之後 剛想著要退坑 就不玩這個遊戲了 就今天下定決心不玩 其實是突然的一個決定 三個月三萬 停課停完 啊 黃帥帥已經停完了嗎 這樣子 好 課了8000 比我早兩個月 進步還差不多吧 目前可以卡在 23到34 龍宮是怕突後排的 而且還怕蝴蝶 那個蝴蝶搞得我太難受了 我明明是說沒有想好要玩什麼樣的網遊 另外也就是錢包乾杯需要好好的做一種這個視頻 然後視頻可能一月有那個一兩萬的收入 其實我現在支出挺大的 就是 一月一萬多將近兩萬的固定支出是有的 包括房租啊包括人啊包括吃飯啊 被迫卡關 然後 除了這個的話我們 用視頻質量提升了 然後看的人多了 然後收入慢慢增加 之後可能一個月收入更多一些 我們現在就是如果做主機遊戲 不在遊戲裡花錢的話就是勉強保管 然後之後月租也好 然後逐漸賺點錢 之後我們再賺更多的錢 然後投到遊戲裡面去 然後等一下 這裡為什麼 就梗屁了 對V14了 三萬就是V14 啊 你這過分了呀 兩個蝴蝶 兩個蝴蝶 兩個蝴蝶的話呢 我龍公就連輸出的機會都沒有了呀 哇 你看我龍公射了兩劍 就中間這個人就要死了 但是他血量加回來了呀 糟糕 官方聯繫我了 官方會聯繫我嗎 V14的 我做好點準備了 但是官方他不會給我反例什麼的 不會 他也不知道我做不做視頻 他只是覺得 啊 VIP禮包啊 沒有關係啊 他VIP禮包 所謂的VIP禮包 我希望您 再繼續留下來給他錢 求您繼續留下來給錢 僅此而已 但是 我 覺得 很難道說不定 這些耗力都被處理掉了 就說不準 就說不準的 上個鼓攻打固執 但是我 商人和女僕都非常好的 就是目前 女僕的下誠 我感覺比商人還好險 所以我感覺平心而論 這個遊戲我已經玩得很爽很爽了 我第一天 直接玩了18個小時 就是 剛開始玩的前26個小時 我玩了18個小時 我那天就睡了8小時 加上吃飯 就加上吃飯 加上怎麼樣 然後就休息8小時 剩下時間都在直播 就玩的特別爽 我很少遇到這個玩的 那麼乾那麼乾 第一天那麼乾的遊戲很少了 對了 這套已經是亞龍的完全體了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影響了 要說這遊戲玩到什麼樣的成績 我覺得可玩的內容90% 我的內容我們已經玩完了 就體驗過了 剩下那些英雄其實 走一個神魔隊的話就不現實 雙攻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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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要等到大火氣才行 這裡其實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我的雙攻的話其實也是非常怕先用牌的 但是這裡我們可以試試 像幾個小號從裡面推他 OK 來來來來 我們把女僕換下 這鼓就一起 這遊戲不好玩 不要來玩這個 然後過敏水晶 阿德 279層 看一下這個是226層 這樣做 有錢好玩 沒錢 就可以睡覺了 OK 又給了一些鑽石 背包離婚石 開一個 喔 我的天 啊 這是補償我昨天這個鳳凰沒有抽到的這個遺憾是不是 昨天鳳凰抽了我好多鑽石 我的天 那麼爽的嗎 哇 一驗白票一張紫卡 我這個延遲有點高 然後這裡 好的,鼓,上場 哈哈 這個,就像是白撿的一樣,哇太帥了 對啊,就是勸我留下來繼續課金,我服了 一會兒反正我們就單抽這個雙子 我感覺單抽的話也許能出兩個,一個是至少也能出一個的 就到了大大後期,我們的龍宮大大後期也就是這一套了 然後這裡,我們看一下 啊,他沒什麼輸出呢 這輸出幾乎為零,是所有輸出裡面最低的一個還沒有羅岸的輸出高 我的天,這骨弓剛剛是被秒了嗎 我們再打一把,看一看 這個骨弓,對老頭好像是有點被克制的 你看,一槍 欸,骨弓沒有死,骨弓沒有秒死,而且他是把老頭殺了嗎 呀,是誰頂了一下,把骨弓頂死了 骨弓沒有裝備,好的好的,多些提醒 骨起流更爽 骨起流好歹有個控制,多了一些可能 我感覺我的六四八不保了呀 嘿呀呀,嘿呀呀,嘿呀呀 哇,這金色的可惜不是紅色的 這個強化我看一下 這個先不管他 我們剛才本來是想給這個棍材剩下的 這已經加久了,還差28個荧瓜子 嗯,可惜 又給400鑽,我們現在鑽石28000 來來,啊不是不是,點錯了 繼續走起 骨弓要220以上 哦,這樣子啊 如果有什麼好玩的遊戲推薦一下嗎 啊,別急,以後帶你去玩好玩的遊戲 現在我也不知道什麼遊戲好玩 而是有特別好玩的遊戲,我直接就去了,對吧 練骨弓不如練三眼 三眼是誰呀 哇,這個我真的有很多抖羅的粉絲 因為抖羅這個遊戲真的很奇怪 它是一款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一個遊戲 嗯,然後我今天刷抖音的時候還看到了 這裡我覺得還是把女僕換上來吧 骨弓除了神魔能量隊,就不是主C的命 呃,是說神魔,神魔才是主C嗎 就是我們這個亞瑟帶著兩個弓 他的輸出是賊高挺高的 阿瑟帶著還你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个卢岸是送死流的 换一个狮子 啊 五十层也是五十层 我应该打不到358 我的女巫 啊 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棺材的 好的 后排全都死光了 但是 想想 换一个棺材实施 不应该被从自己场跟着 这里 好讨厌 天网放大几个 这架子是真的肉 感觉没了 这边好像凤凰顶天网 哦 对对对对 对 有一说一视频更新了吧 现在的话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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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狮子 直接 直接 一副要死的样子 然后之后的话 就轮到棺材了 棺材 关了谁啊 棺材好没有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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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换女仆 其实换女仆 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家伙会直接性生 哇 这两个回血真的变态 快快快 压色点一下 这个天网 输出太高了 天网不要那么顶好不好 要鼓 鼓 鼓进来就秒死 不划算的 你看这个血 直接把我 女仆给秒了 光盾 这两个家伙太顶了 这里好像过不了了 狮子换卢安 嗯 我觉得还可以再剩下卢安放这里 OK 卢安放了一个技能还可以 但是对方的这个光盾运行号 哇 光盾死了 可惜 看一下这两个变态 OK 凤凰还放出来一段伤害 哇 那天网死掉了 啊不对 我没看到凤凰 我没看到那天网 然后凤凰输出有100万 亚瑟输出有100万 亚瑟输出有100万 骨弓没包币就可以打 这个骨弓 你们看一下 骨弓刚才有人说要220级 才比较厉害 如果 骨弓直接拉出来 放这儿的话 会被秒掉 放这儿的话 卢安会被秒掉 你看一下 骨弓是直接死掉的 对吧 直接死掉的 然后骨弓如果放前面 卢安是直接死掉的 OK 然后骨弓也死了 卢安和骨弓都死了 然后现在你再考虑一下 比如把这个 诶 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这个光盾 但是这个光盾性质太低了 太低了太低了 但是这个 我看一下我们进来这两个 小英雄 我看一下我的佣兵 这个是41万的 就39万的 其实还行 比我们的那个要强 哎 我来试一下 这地步 最后还要ø Hyper 所以我们去了 可以太低了 因为胡斗 eco 就是什么 aver跌了 whatever 对 行 也可以 然后一个女仆 一个这个 啊 他这应该是等级很高 然后 专武升任的比较高吧 究竟是没有装备 但是装备能加的有限 说真的能加的很有限 OK 不是 这个人是怎么过的呀 我们学习学习 我的天 搞了一个酒桶 然后你看说出去都是女药 这个就是 哎 女药很变态的一个地方 看女药直接打了一千万的输出 这几个输出都没有 就女药一个人扛吗 女药的眼睛闹着玩的 我的天 他这个为什么有个翅膀 你看他这上面为什么有个翅膀 好奇怪 不过他这个人应该也是半克吧 不然不会有这个 洪家的女仆和罗万 天花碎皮 12345 亚瑟光顿上人龙宫凤凰 亚瑟光顿 龙宫 呃 伤人凤凰 有人说要这样子搞 等一下 弄错了 呃 这里好像固了 我的天 这里为什么要死 好奇怪 我的龙宫在后面去了 龙宫是怎么被搞到后面去了 呃 刚才那个人说的是 等一下 刚才那个人说的是龙宫在中间 我看一下 哦 这样的话龙宫这个 龙宫直接死了 我看他这儿 谁不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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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几肉 呃 天花踢过去了 然后这里我 还想到一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试着走一下这个 呃 女妖流 对不对 女妖我们现在也红了 女妖我们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看下这个关卡 呀 不是 这个怎么样看这个关卡呢 索菲亚那个可以学 诗语那个可以学 对不对不对 我要看一下平时怎么过的呀 看一下 这关我是打算 换一个女妖的远针 我现在好庆幸 我明天就可以 可以对这个垃圾母女 去说再见了 咯咯咯咯咯 等一下 这里 刚才关卡玩家 这是小关吗不对吧 哦 这是小关 这34不是4的倍数 只有30 只有40的才会有这个过关阵容 大关才能看 对的 然后我们先把 这个重置了 然后女仆的远针 等一下 这个应该也重置吧 就留这三个 等一下 123光盾还是得要的对不对 呀 我想想 女仆 不是女妖 女妖我们可以试试 给他升下棋呀 女妖可以升棋了吗 女妖现在缺这个金瓜子 金瓜子 哎呀 金瓜子不好弄了呀 现在弄不了金瓜子了 今天我们已经给他升了 这样的话弄不了金瓜子 很烦人 烦人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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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三个应该可以试一下 古王 加这个 然后再来一个商人 再来一个凤凰 是不是 这女仆是不是 不太好使了 就是 呃 试着 不走光三宝的阵容吧 红色女妖打不过 要白色的 OK 但是我女妖等级可以拉到240 金色狗狗狗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重置了 之后 换一套 那个的阵容 等一下 我先走一下这个光三宝带个 女妖 先试一下这样子 不明水晶中无法升级 我可以要配一个女仆 哦 女王品级上不了240 我知道他只能升到200级 醉了 呃 我现在试试能不能把这些全部升到220级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五星就浪费了 可惜 有个狗粮抽卡 有个狗粮抽卡 呃 明白了 我都错了 那只能 只能把它遣散 啊不是不是 只能重置 不错了 差点吓到你们了是不是 对 他只能放在过敏水晶中 然后可以 呃 刷到200级以上 的女妖可以白了呀 但是 没有那个 瓜子 抽卡的话 现在不方便抽呀 现在就只有这个钻石 钻石抽卡一般般咯 这个 荧瓜子其实无所谓 抽卡是占星 还是抽钻石 大家 定夺一下 等的 虚空英雄 看一下 我们 还是得 这样升呀 应该是十个 可以上牌 这里先等等 先占星 就恰个金光子 今天有28000钻石 可以5抽 就是可以抽56次 来吧 单抽出奇迹 就选择大人保佑 双子上白 不要想啦 十抽吧 十抽 穿叉子抽几次单抽 给我个双子 过分 来几个单抽 来三个单抽 然后再抽一个十抽 第五十抽 应该给了吧 没给 这个真的很花钱 要相信单抽没有抽奇迹 我好像两次单抽抽到凤凰果 有点问题 单抽几率是2%对不对 单抽的概率是2% 啊 来一次十抽 好 最后一次十抽 今天运气已经有完了 给一个也行吧 给一个就能升到自家了 一个都没有 最后四抽 没有了 因为不是必中的 应该是70抽 是必中的 但我这里不够七十抽 好了 没有了 今天很欢乐的是没有了咯 来 王林英雄 英雄已满 这就很正常啦 英雄回去 赢了一个狗粮回家 反正我的好运 全都还回去了 给了一个棺材 棺材又可以升星了呢 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运气就不太好了 又满了吗 哇 五星棺材 咱们有两个五星的了 还可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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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 你要可以把他收定 因为刚才抽到一个狗粮 看下女妖可以摆吗 这个是狗粮 呀 好像不够 这里的子卡都是需要的 你看你看你看看 除非我不要这个钩子了 这钩子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这个钩子我留一个子家 然后不要一个这个 对吧 这实际的不要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钩子回了一个 然后再来一个 一个 谁 或者把一个钩子弄了一个这个 再加上 哎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不是狗粮吗 商店买一个蓝卡 ok 买一个蓝卡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刚才的是这个东西 对 刚才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差一个这个 差两个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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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看清楚了 这里 对换一个 还差一张蓝卡 这里得要刷新了 啊 你现在我们现在连相算都没有 真的别吃钩子 再拉的话 再拉的话 现在就还差一个 买蓝色石头 蓝色石头其实买了吧 别对我们暂时也不对换 前三蓝石头 这里了 来试一下 12个 没有给,你敢信,竟然没有给 资讯气不太好啊,你今天被针对了 最后三个 前三个可以买那个网络卡 看仔细了,前三张店这里没有了 这三个没有 所以有点炸电 噢,一切零取 一切零取材又买了,等一下,这是什么鬼 好像可以了,好像可以了,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邮件里还有一个 等一下,等一下,呃,邮件里是有的 我看一下 这个我们是不要的 钩子我觉得可以弄掉一个,问题不大 已经够了,对,已经够了,但是没有空间 我觉得这里智能进阶一下 智能进阶这些OK的 来了来了来了 啊,等一下 OK,对的对的,这里没问题 刚好这个 是两个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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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金花子来了 我们是确定给女药生吗 我再和大家确认一下是给女药生对不对 你将品成的 我所经历的 这个模拟器需要尿了是吗 这个垃圾模拟器 别的其实也没什么生的价值 金花胚子只要是一样的胚子 嗯,别的我看一下 这边 其实还可以这个手 这里先搞一个金花子出来 这个应该够了 建议古王,然后建议钩子 好,现在 给他升级 这个卢秀斯可以作为狗粮了 呃,升骨弓 好的 这个光女 到时候 其实可以去爬那个塔 爬那个塔的时候会有用的 啊 上位拥有该英雄是知识不贵 那我们就升狗弓吧 上位拥有该英雄是知识不贵 那我们就升狗弓吧 上位拥有该英雄是知识不贵的 因为我们这个 光盾都满了 所以就只能被吃了 所以我们这个光盾都满了 我们就生这个 生他不需要 对对他已经白了 现在就只能考虑说 生一个什么 古王了 对不对 现在就只能生一个这个古王了呀 王之后呢 古王这里还有两个 之后他就能生白了 古宫不用生 古宫已经白了呀 各位 古宫现在不缺几个星巴子了 他缺这个古宫的卡 但是没有 我们现在就只能生古王或者女妖 古王一刀流 可以试一下 穿斗吧 罗尼们 给大家看一下白色的古王 好的 好的 古王一白了 女妖都准备淘汰了 OK 之后 钩子要生下级吗 钩子其实可以考虑把这个用了 但是 生不动了吧 龙宫生钩子 龙宫还能生钩子 古王无敌的 我们看一下古王 百次的古王 这个是 解锁 红盾应该就很厉害了 每次 第一次使用这个的时候 蓄力期间自己不会死亡 他首先能够蓄力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等级 我们先想想 还是得要把 龙宫的身上去 进一个升级 有点烦恼 这里我们还是把龙宫升到240吧 但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龙宫升到220 其他这些所有人全都升到220 说明有机会的 我先把所有人升到200 其 古王开这个专属就很厉害了 好的 我们看一下 总共是143k 哦 糟糕 我们就只差7k了 如果我们有7k的话 我们这些5个英雄全部可以升到201 可惜 这7k卡得144的 我看一下这里 成就 圣光在上 斜碎 PE 一千的算是有了 古王开专属就先是的 但是他得要把那个技能放出来 他这个专属就是 第一次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 蓄力期间不会死亡 就是他那个很给力很给力的技能 嗯 古王现在也是200级 装备也OK了 嗯 再想想别的 这些专属先不考虑继续升级吧 我们 呀 不用啊 我们可以升了呀 我们凤凰是220 我们可以升的 我们把他们所有都升下 一个 嗯 这样感觉也不太好 我再想 还有那么多 我们可以334吗 我们可以334 334的话剩下13k 334 就是这个这个 特别用3k 然后这个up队 这需要3334 需要130k才能把这个龙弓升到221 如果我们要越战 应该是把龙弓升高一些比较好 我们刚刚把这个升过去了 还是只能给龙弓升到240 我先升到220 最后的83k 83k可以给这个这个升到 嗯 我算他 轮弓升到240还是很厉害的 他现在只有413k 然后亚瑟 只有330k 还是把它升高一些吧 看一下 这个的话只有297k 怪不得他那么容易死呢 女仆的话也只有249k 我们刚才一直没有过 所以我们这次不走上次的路 我们这次就平均升 平均升吧 OK 全都升到30万 我们把等级平均升一下 正义的荣光和凤凰240 做不到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龙弓和凤凰240 我看一下 这个这个 接触出来3k 好像差一点啊 就是这个升的话需要40k 这里可以节省出 把这个重置成200级 重置成200级 重置成200级 可以节省出60k 80k 80k的话 可以再把亚瑟升到220 不要升到220 求您了 啊 我失误了 我刚应该先把父皇升一下的 大家先安静 这里我先快进 好 好的 升到200级 我们给凤凰升一升 凤凰升一升 然后在会儿再给亚瑟升一升 让他们俩能扛一些 然后女仆再推到200级 给亚瑟升一升 亚瑟还差 还差一点点 我们先给亚瑟升到220 亚瑟和他同样是220的话 是413 是391 好 黄粉不太够 这里 给他看一下 我们现在 呃 龙公升的话是40k 我们现在就只能给龙公升 这两个都升不了了 就只能给龙公和凤凰升 就这样吧 这个等级低一点 OK 现在还可以给凤凰升 但优先是给这个升 我们把女服劝退 这必须要得重置了 好的 我们现在刚好剩43k的经验 这里必须给龙公升 刚好就只剩3000的粉 这样的话用到极致 我们龙公 我们的凤凰和亚瑟相比 应该是亚瑟更任务一些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有经验 应该优先给凤凰升的 相当于 相比于我们当初 我们唯一的变化就是 这个亚瑟的240级 变到了凤凰的身上 仅此而已 这个粉确实是不够用 现在也升到 只能刚好升到232 现在我们绝对已经OK了 我觉得我们最后试一波 最后试几次 如果再过不了的话 省了一下 不是 别错了 我要去赌一把 我觉得他欠我 欠我一个双子 没有 没有 有张子卡 OK 没了 今天彻底没了呀 总组塔 随便上三白 就能打好久好久 切中间龙了 切父皇 不是切女夫 就是太快了 你不放前面也不行啊 这不能上你普利亚 古王加轮子 呃我们试试着 放一个这个古王瞅一招 古王不经上白了 给你一个上进的机会 他直接趴下来了 打种族塔 我打 我种族塔打到上线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只能挑战的那个十层 已经挑战完毕 不好意思 我想看一下这个古王放出那个技能来 但是他的技能是不是需要能量点满了才行 他一直放出来 直接打出什么伤害来 这古王还是有一定输出的 虽然他没放出啥技能来 小羊也可以的 小羊也可以的 我觉得 试试这个 这明希拉也不行啊 这个凤凰放这也不行啊 这关太难了 对啊 这个 真的很抱歉 今天 就只能到这里了 我们最后打一下这个工会boss吧 升级 这是我们升到十九级的 你还行 唉 把钩子羊起来 这里我们先最后挑战一下 如果升到240 应该输出是很爆表的 这里还有五十秒 我们应该能达到九十九吧 打到了 这层数增长太快了 这层数增长之后 他的能力效果就提升了 就会导致这个防御血量增加很多 我忘记了 我的龙龟应该站中间呢 但是好像也能打过 OK 就能打到这里 再高就打不到了 这层数增长 我的输出相比于 昨天相比于 前天来说 输出提高了一倍呢 换一个双子 是没有吃到buff 然后你们说 换进双子的我不是很懂 我想看一下这个凤凰的输出 其实我很好奇这个 凤凰的输出 哇 凤凰打出了三千七百万 凤凰输出那么高的吗 我的天 这里需要上双子吗 这里需要上双子吗 如果输出是很高 但是他还有提升空间 但是这个提升空间也不大 这里其实可以直接扫荡了 说实话 然后这里这个buff是开启不了 我们工会没有到九千的回路 差一点点 然后工会也申请 有个bilibili同学 我看一下能不能踢一个人 除了小妞是不是 我看看 这些人都是24小时时间灯录过来的 我就女仆一个输出店 说啥呢 双子换女仆 放在 双子换女仆 我试一下 但是双子 装备给了吗 双子 装备给了 女仆 女仆 这个技能是 鬼副生双线 这个我没有用 没白凤凰一刀流多样有 这样子 试试双子 我感觉啊 这个双子应该没什么伤害 这个女仆 其实能给龙公加很多很多输出的 除非这个双子输出很爆表 不管的话换这个地图是很浪费的 对 嗯 对 对 和 溫 我们的雙子 直接死掉了 这boss很有输出的 这一把的话 联工伤害真的很爆表 因为他一直吃到 这一个亚瑟的buff 双人不放冲键 双人放冲键 我的联工就吃不到 亚瑟的buff了 这里没有上一把厉害 双子吃不到 双人的那个buff 无所谓 我的凤凰起来了 我的凤凰怎么起来了 怎么那么夸张 一半多的输出都是他达到 我看一下 这里是117 我最可爱的字 这里 唯一的问题是 刚才文工压战中间的 这个 双人放在这里 这放在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双人去凤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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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人在这里 好像是都能吃到buff 好像是这样子 因为凤凰会往前走 双子加的攻速 宝贝是这样吧 双子能够加攻速 无所谓 呀 这里话 其实罗岸放哪 其实无所谓啊 凤凰跑得老远啊 双子办法是不错的 这一波 罗岸还应该报表了 应该打破 我们之前记录不多 应该能够到130 凤凰的伤害是双子加的 但是我这里准备叔叔还是龙宫残罪 你看这里直接打到173了 这个 太给力了 就是亚瑟的这个半幅 给龙宫加成太高太高了 这也是为什么要玩亚龙流 因为亚瑟给他的加成非常高 刚才是117 现在只是190了 太夸张了 你看 凤凤凰数出还是不低的 比上把凤凰数出还要高 然后这里直接打到9600万了 这个龙宫真的是非常一定 哇 199 给力 新出旧金抢不下 应该不得下 美女仆龙宫吃不到战物 OK 这里 我们就按刚才阵容打 就可以了 我还是想把这个放后面一点 这里的话 伤人断要能够奶到四个人 巨星即便厉害 也是需要专务30的 我们这里也没有 挑战进行测试 他直接就把我龙宫也喷死了 我偷 太假了吧 这个可太搞笑了 老女仆也死了 谁输出 谁输出高就表谁 这样子 这个要龙宫换双 打谁谁死 他哥的太别弹了 这儿不超作业 然后新纪录赔5 青龙1 连白银都不是 双双 这个开始第15秒 第45秒 第立即击杀 累计伤害最高的一名敌人 哦 这样子 我 靠 间隔是15秒 25秒 25秒 这里超不超作业 问题不大 这里就是输出平滑一些 会好一些 这阵容 其实就输出平滑一些 我的龙宫输出不喜欢那么高 相反 输出第二名 第三名的输出要高一些 这样会好一些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 这个吧 能画的都画完了 能做的做完了 能推的推完了 然后这里 时光之间也差不多打完了 打到极限了 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 这个折月之计 其实如果刷到比较好的一物 冰冰火箭 预越越时 还能过一过 为什么要看这么多 然后悟空凤凰射出 OK 悟空可以赢了 并其实无所谓了 这个就不究竟 就不究竟 今天研究也研究不了 特别特别特别吧 我觉得打这个boss 打工会boss 其实是 挺单据时间 但是 没有能够很快 看出结果那种 其实就 比较烦躁 这个boss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会秒杀 输出最高的这个敌人 尽此而已 然后我必须要收个尾了 然后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底充了多少钱 就是充了300块钱 然后达到了v14 v14看一下 v14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一个地方就是说 提升挂机奖励 可以累积的时间上线 就是20天 我可以20天之后 再来领取这里的挂机奖励 所以对于有些土豪玩家来说 它就是能够 能够回来 然后再领一下 这20天的去收成 感觉游戏进度也没有落下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错觉 但它其实没有做每天的任务 然后比如说 没有做这个快速挂机之类的 没有买这里的商店 刷新的这些东西 其实它都很亏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晚上8点 继续在直播间这边 我们会播一个新的单机游戏 叫做 起码预感上2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杂话完结